第二九题 某电影情节中男主角躲在地下室 他将许多面粉撒在此密闭空间中 并敲碎灯泡 随即逃出建筑物 当敌人追入黑暗的地下室时 直接按下电灯的开关 不料却引发一场爆炸 上述情节中 面粉产生爆炸 与下列哪一项因素无关 我们看到我们撒了面粉 就是粉尘 所以这会跟总接触面积有关 那粉尘的浓度要够浓 所以它才会能够引起爆炸 所以也会跟浓度有关 灯泡敲碎了 然后又把灯泡电影能打开 那么这时候会有通电 然后产生热 所以也跟温度有关 但是在这整个叙述中 并没有看到加入催化剂 所以是与催化剂无关 因此第二九题问我们说 上述情节中 面粉产生爆炸与下列哪一项因素无关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催化剂 我们下期见了